当有人说我们去海边把石 你是怎么想的 绝对不会是在沙漠里对吧 嗯 永远不要那么肯定 因为目前有一个 把撒哈拉沙漠变成度假圣地的计划 继续看下去 了解更多资讯吧 但在你抓住浮板前 点击那个订阅钮并开启通知 以便继续保持在量生活 相信你已经知道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炽热沙漠 它位于北非 面积高达900万平方公里 几乎和整个美国一样大 实际上出去阿拉斯加的下48周 可以轻易地塞进撒哈拉沙漠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炎热的地方 很少有生物可以生存 充满着沙子 以及更多的沙子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它其实并不总是这样 每41,000年 由于地球轴线的变动 撒哈拉沙漠会变成撒哈拉草原 它的下一次景观变化 将在15,000年后发生 但现在有一个方法 可以使这个过程不仅变得更快 而且变得完全不同 它被称为撒哈拉海洋计划 实际上 撒哈拉海洋计划 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 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1877年 当时苏格兰企业家 唐纳德·麦肯齐 Donald McKinsey 提议将撒哈拉沙漠的 埃尔迪乌夫 埃尔朱夫盆地 变成内海 他想挖一个通道 将海水从海洋 引导到至盆地内 使该区域充满海水 他理想中的结果 使撒哈拉沙漠中部 能有一大片水域 地质学家发现 他想将水引入的盆地 曾经与大西洋相连 不过该计划 目前仍处于 发想阶段就是了 第二年 两位法国行动主义者 法兰西瓦埃利罗德 Francois-Ellruder 和斐迪南德雷塞布 Fordinand de Lesseps 对沙漠中的 另一个盆地 加特埃尔菲基 Chad Alphieget 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他们想从地中海 挖一条通道 用海水来填补该区 将撒哈拉沙漠 变成肥沃的土地 嗯 至少是这么听说的 有趣的是 就连朱尔斯·凡尔纳 朱·芳尔尔 也对在世界上 最大的沙漠中 创造海洋的想法 感到着迷 他在1877年 和1905年 写了两部 关于此事的冒险小说 并直接提到了 罗德和德·雷塞布的计划 然而 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 这片大海 是在地震袭击大陆后 海水注满了沙漠 而自然产生的 会选择这两个盆地 是因为它们的底部都低于海平面 因此非常适合创造人造海 但这两个想法最终都被驳回了 因为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行动主义者以为 自己想象的是绿色和美好的景观 但取而代之的是撒哈拉沙漠 或将成为一个传播疾病的巨大沼泽 这画面确实不怎么赏心悦目 然而这个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 人们仍继续想着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来解决这片炽热太阳下的巨大沙漠问题 在20世纪 把沙漠的一部分变成海洋的想法 被提出了两次 两个计划都再次被驳回 法国教授爱德蒙爱气歌颜 艾特曼艾奇哥颜 于1910年首次尝试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他相信 撒哈拉沙漠的内海能改善欧洲的气候 听起来很自私不是吗 无论如何 虽然法国政府考虑过爱气歌颜 艾奇哥颜的想法 但他们最终决定驳回他的提议 主要原因是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 实际上都在海平面上 这会使人工海不稳定 并使海水充满海湾和海口 更不用说 这还比艾奇哥颜 艾奇哥颜建议的要小得多 此外 对气候的影响并不能保证是件好事 没有人想要这个星球的某个地方 有个像美国那么大的沼泽地 对吧 大家都有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 南加州的工程师实际上在1905年 创造了一个人工湖 这纯粹是偶然 他们将科罗拉多河的水 放到干燥的盆地中 河水充满了盆地 形成了一个新的岩湖 现在称之为索尔顿湖 Saltan Sea 从那时候开始 它就变得越来越小 但仍然是加州最大的湖泊 如果这还不算成功 那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 撒哈拉海洋计划的第二次付出 是由离滑行动的成员发起的 他们提议在沙漠中间用一些炸药来炸出一个盆地 然后再用海水填充 你可以想象为什么这个想法没有得到支持 当你知道预定计划要轰炸的规模时 会让你大吃一惊 试想 离滑行动建议引爆213枚原子弹 以便建立一条横跨撒哈拉沙漠的新通道 当然 这让非洲大陆上的每个人都感到恐惧 而且恐惧的可能不只是非洲人 所以该计划就被放弃了 仍然有新的开发撒哈拉海洋计划 在21世纪已经出现了一些提议 而最有希望的一个被称为沙漠之海 它的想法是淹没突尼西亚南部的 一个浅沿湖 加特埃尔甲里 Chart-Algid 这能创造约6000平方公里的人造海 与过去的计划相比 这听起来可能不是很大 但它能带来多种帮助 首先 沙漠中间有个这么大的水体 肯定会影响周围的气候和生态系统 我懂 我懂 你之前提到的那个传播疾病的大沼泽呢 很高兴你有在听 嗯 别忘了 自19世纪以来 科技已经踏过漫长的道路 现在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 该计划的发起人坚信 他们真的可以让沙漠绽放 主要的理论是水系蒸发会引发降雨 一段时间内的连续降雨 能使土壤肥沃 很明显 这能让植物有机会生长 这会需要很多功夫才能完成 而其中的大部分工作 只能由人而不是机器来完成 这不是坏事吗 你这么问吗 一点也不 是这样的 突尼西亚的失业率非常高 这样一个巨大的计划 将为大约6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使该国经济飙升 是不是很棒 这里还有另一个好处可以考虑 由于突尼西亚是一个真正以游客为导向的国家 在撒哈拉沙漠中部建立人工海 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想象一下 来到沙漠 期待看到数公里外的飞沙和沙丘 找一个配有五星级饭店 棕榈树和美丽的海滩海滨度假胜地 赞 没错 该国政府也同意 最后 但同样重要的是 该计划将在这新的绿色沙漠土地上 开启很多事业 农业 林业 养殖鱼业 你想得到的都有 只要跟农林渔木业有关的都有 人工海周围的潮湿气候 将使当地人全年都能耕种 对该国的经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且这会创造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 完全是双赢啊 事情只会更好 沙漠之海计划建议在主要工作完成后 采用替代能源发电机 这表示这整件事不仅会成为沙漠中的助力 还能为环境带来许多好处 大地上的太阳能板和渠道中的涡轮机 能为整个区域提供急需的绿色能源 永续又安全 所以以上就是撒哈拉沙漠的海洋 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 很快就能看到世界最可怕的干涸 毫无生机的大地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观 而中间有一片全新的海洋 谁知道呢 也许这个成功会为全世界带来一系列新的沙漠水域计划 好吧 Brett Seeders 你希望有天能去撒哈拉沙漠中心的度假圣地吗 请在下面的留言中告诉我们吧 别忘了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与你的朋友分享 然后点击订阅 永远留在亮生活